雖則美國銀行業依然危機重重 但美國聯儲局日前公布議息結果 仍然宣布加息0.25例 一如市場預期 事實上 美國自從去年3月起已步入加息週期 港美息差持續擴大 金管局已多次出手捍衛聯繫匯率 則不知時 本港銀行體系結如已跌穿450億元 跌至約445億元 消息一出 本港有大型銀行先後更加 即日宣布更加息0.125例 是一個相對溫和的升幅 究竟今次加息後 供流一續每月供款額提升多少 若以P按計算 今次加息即將利率由原先3.375例升至3.5例 假設流價600萬元 乘造九成按保 即借貸540萬元 並以30年按揭年期去計算 每月供款 包括按揭保費 約2.5461萬元 較未加息前增加約394元 是一個說多不多 說少不少的數字 談起加息 較多人關心的事 究竟加息會否影響樓市 又或會否拖累樓價下跌呢 我們可從以下角度分析一二 首先 其實香港的業主及買家在入市前 一般會就成做按揭進行二來的壓力測試 間接令本港樓市具備強勁防守力 因為絕大部分業主在港銀輕微加息下多數 頂得住 無需薄價賣樓 再者 數據顯示 全港約有130萬家庭住戶居於自治居所 而自治家庭中已供滿樓的家庭比率 佔於66% 持貨力強 因此業主大減價沽樓有因亦不大 近期樓市偶已出現的涉讓賣樓個案 亦只是零星個案 並不屬於主樓情況 所以樓市再整固的空間不大 銀行方面 目前對案揭業務態度轉趨正面 有不少銀行早前進一步調高案揭現金回贈金額 市場報道只該回贈金額創出16年歷史高位 反映業界對承造樓案上取態相當積極 並透過調節優惠減輕加息以提對業務及樓市的影響 有助樓市進一步復甦 值得留意的是 美國自去年3月起開始進入了加息週期 逆金共加息十次 雷加五離 反觀 香港於去年9月才開始跟隨上條最優惠利率 至今緊加息四次 雷加0.75離 由此可見 香港息率及加息無論次數益或幅度 均少於美息 隨著美國加息週期接近美星 相信世對樓價帶來正面支持 繼續穩中向好姿勢 樓市交投方面 近期一手持續旺場 新近開售的大埔區焦點新盤 無論收票情況及消情均相當理想 個人認為 5月一手交投可達2000宗以上 二手交投則預期受惠息口明朗化 估計將進一步回升至4000宗水平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